古代兵器冥王的前世今生 绿牛衬托桃柱 红发宣传剧场版海贼旺 1055号真正的东西还得是冥王 今天我们从两条故事线来聊一下冥王的前世和今生 比较了解冥王之前故事线的同学 可以从视频的第五分钟开始看 说在比800多年前还遥远的过去 水之都的姑娘们接到了一个大国 暗图施工制造一艘巨大的战舰 那么集合了水之都无数能工桥匠的力量 也不知道干了多久终于造出了一艘毁天灭地的怪物战舰 然后工匠们就想 那这船如果落到了大坏丹手里 一炮炸倒两炮平海三炮毁天灭地 那人们还不在所谓 这他妈的哪个三宝糟的这艘船呢 那恐怕我们水之都的工匠就要移成万年了 那可不行 于是水之都这边就想了个办法 咱把这个图纸传承下来 哪天那艘船真捞到了坏人手里 咱们就再造一艘跟人家的干了 那么记住啊 水之都这边开始传承冥王图纸了 再后来二十国联军灭掉了乔伊伯一的巨大王国 被灭前呢 乔伊伯一将800到900年间的这段历史和一些重要信息 雕刻在了大约30个历史证文上 其中一块就刻有冥王的资料信息 然后二十国联军嘛 就有二十个国王啊 当时阿拉巴伞的国王 也就是巍巍的老祖宗啊 就是其中之一嘛 我们暂且称呼他为奈菲特1.0 这个1.0啊 不知道怎么想的 当其他的十九国王组成天龙人啊 设置世界政府组织 共同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时呢 哎 这1.0他不玩了 哎 我不参加了 还回到了遥远的沙国阿拉巴斯坦 同时呢 还将刻有冥王信息的石碑带到了沙国 带进了奈菲特王族的陵墓 之后呢 沙国一旦出现新国王 这个新国王啊 就要继承这个关于冥王的秘密 哎 那么记住啊 沙国这边开始传承关于冥王信息的秘密了 然后八百年哗啦就过去了 大概是十年前吧 CP组织的斯帕纳姆 找到了水之都的公样 愚人汤姆这里啊 那意识到自己被盯上了 汤姆就将冥王的设计图 告诉了他的两个徒弟 冰山和弗兰奇 更稳重的冰山接受了传承 同时啊 汤姆还告诉他们俩 说要注意方范 罗宾这个人啊 他多懂历史证文 可能会被利用唤醒古代兵器 后来呢 汤姆被处死啊 弗兰奇失踪啊 修的一下来到了六年前的水之都 因为冥王设计图 已经当上市长的冰山呢 也被CP盯上了 于是他将图纸传承给了 死而复生的弗兰奇 同样也是六年前 沙国那边呢 老沙联合能读懂正文的 罗宾的潜伏在阿拉巴伞 因为老沙听说 冥王那玩意一炮一个的 这么厉害 冰拿着什么的 这么大 于是就有了两年前的阿拉巴伞片 罗宾想借老沙的力量找到石碑了解历史 但看到石碑上写的是兵器信息 罗宾就打算欺负老沙 他不认字啊 我不告诉你上面的冥王信息 然后呢 这里啊 细看每句台词的话 就会发现啊 有很多信息啊 辅助说明冥王就在沙国 韦调呢 明显是改了那个时候的冥王位置设定啊 接着经过了空岛长连岛啊 水之都这边和阿拉巴伞那边呢 两条线啊 交叉在一起了 会解读证文 可能会唤醒冥王的罗宾 和藏着冥王图纸的弗兰器 都被抓到了司法岛 这个据说呀 是有800年不败的岛屿 但是草帽团为营救伙伴与世界为敌啊 不光是你我呀 那一段啊 弗兰器也被感动得稀里花大 于是啊 他从身体里啊 拿出了冥王图纸 一把火烧掉 注入性 他就是独草帽团 会营救和守护好罗宾 罗宾呢 也不会被世界政府利用了 那冥王也就不会落入坏人手中了 所以啊 就不需要再造一艘冥王了 那么留着冥王设计图有何用 烧了 而司法岛后呢 冥王啊 就再也没被提及过 直到两年后 908化 一幕登场啊 他不想世界格局变化 就老想啊 毕掉几盏历史上的灯火 也就是他手中的那几个照片嘛 分别是可能会成为新桥一波一的帝路飞啊 帝帝奇 还有海王白星 以及可能与冥王相关的奈菲特威威 这些啊都是老毕灯一母啊 要毕灯的对象 而其中的威威呢 成了当时的暗杀目标 但是啊 上周的1054化啊 这个威威他跌死了啊 与冥王相关的威威失踪了 而紧接着呢 1055化 冥王的信息呢 也再次被提出来 所以啊非常明显啊 这两条故事线呢 又又又要纠杀了 然后现在才要连上最新的 海贼王1055化 交代了冥王的三条信息 一是冥王就在合治国地下深处 二是拆除合治国四周防御壁 就意味着开国 而玉田想开国 那可能就要释放冥王 三是很久之前的合治国啊 并没有防御壁 那么这几条信息 结合上咱们前面书里的内容 冥王的前世大概是这样的 在800年前呢 二十国开始进攻巨大王国 冥王是在巨大王国这边的 他对着二十国联军呢 所在的司法岛展示了一下威力 一炮就将司法岛红成了现在的奇怪形状啊 当然啊 当年可能还不叫司法岛 想让这个二十国联军啊 品尝败北的滋味 吃难而退吧 所以呢 这个司法岛啊 只有800年不败的历史嘛 而冥王呢 也从此留下了一炮一个岛的美丽传说 也就是老杀的那句话 后来啊 巨大王国啊 被灭了 被灭之前呢 不想让冥王这么厉害的家伙 落入二十国联军手中 于是给他藏到了合治国 但冥王的特点之一啊 就是无比巨大 如果放到合治国海边 那迟早会被发现 而且啊 就因为大爱 你让普通人挖坑埋的土 说一二三四五藏起来啊 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这种大活呢 就要交给大个子干 所以我们从是谁把冥王藏起了 这点考虑就会发现 那个时候的合治国呀 有一个啊 小细节 就是还没有回到的大骷髅 哎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大骷髅是后来的 而冥王是巨大王国那边呢 巨大王国经常需要搬运岛屿 也从来不缺乏大家伙 然后呢 我们再看骷髅的形状 哎 是鬼族特征 联想到巨大王国也是各种族的聚集地 所以呀 这个古代鬼族巨人 挖坑埋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藏冥王啊 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把冥王埋在地下之后呢 哎 不知道是为了守护 还是为了等待新桥一波一 还是累死了 反正 鬼族的这个古代巨人 最后死在了合治国 死之后呢 这个脑壳呀 就成了现代的样子 然后我们都知道啊 凯多就是头上掌鸡脚的鬼族啊 或许他知道一些古代史啊 这些特别大的鬼族巨人的传说 所以呢 想要增加队伍力量的凯多呢 一直在搞古代巨人族的实验品啊 也就是满霸哲 大麻曾说过嘛 他们都是古代巨人族的实验失败品 然后啊 除此之外啊 想想索隆啊 是不是也砍断过骷髅的一只脚呢 当年索隆是不是也斩断了巨人奥兹的獠牙呢 那或许这里啊 在感性的创作上 有点自我知惊的感觉 总之把冥王藏起来这波操作呀 和鬼祷的大骷髅外有关 然后既然确定冥王在地下深处啊 我们再来结合一下凯妈组合 被打进岩浆的抛面图啊 那么冥王的位置呢 就三种可能性 一是岩浆以上的区域啊 这个区域概率不是很大 因为大马凯多坠落的洞啊 有经过这里 二是海底的岩浆里啊 而岩浆在海贼王中的伤害呢 是相当的高啊 凯老师进去都得熟了 那么如果是在岩浆里 冥王的建筑材料啊 可能就是一些特殊树木的特殊木材 比如什么宝树 亚当夏娃利利斯什么的 或者艾尔巴夫的神树 或者冥王有一些其他的保护壳 而如果这个冥王在岩浆 在下面的土地里啊 比较符合一般的逻辑观点 但是没啥新意啊 所以啊 我更倾向于第二种啊 岩浆里你倾向于123哪点呢 不妨也打在公平上 然后呢 再说下开国与冥王的关系 呃 玉田说过啊 乔一波一出现时呢 要开国 而开国约等于拆掉防御墙 那么现在看这句话的意思是啊 乔一波一出现时 要把冥王搞出来 那么大的东西还在地下 哎怎么搞呢 哎 这个拆枪工程啊 还得包给个大个子啊 向主啊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 陶日说啊 暂时不开国了 哎 向主就撤了 同样呢 河国打扮的吴老星啊 知道这个向主撤了 哎 也说那河之国啊 还不会开国 所以呢 向主将来的一大作用 就是拆掉墙壁 把冥王给搞出来 而那个时候 就是杜飞成为乔一波一的时候 也是愚人岛片中被海王召喷的巨大海王类属带修好剧传诺亚的约定到来之时 而至于天王啊 要么在一幕手上啊 要么在艾尔巴夫 所以啊 在接下来的最终章中呢 天王可能会在革命军讨伐天乐人的故事线中出现 或者呢 从草帽团冒险的巨人国的剧情中出现 哎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好了 那么这些视频啊 费老金了 整个两个天啊 求个赞 我先去刷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